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一个八字 丁卯庚序丁酉仁 这个八字他是说 他现在进入了丙武大运 他觉得这个丙武大运 简直就是冲着要弄死他来了 所以他从这一边去体认说 他应该是身强而不是身弱 很多人就是用这一种方式在批八字 因为你看 他这时候都走比肩劫财的一个情况 结果他认为他这个运不好 这样子来讲 他应该是身强 并不是身弱 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推论自己的八字 但是实际上 可能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些现象 所以只是拜反推 但是到后面 设定又突然的又变了 所以搞到最后 大家都在怀疑自己的八字是不是特殊隔绝 很多人在学八字 就是有这一种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这个八字他的天干是 庚金 生壬水 赫丁火 他的一个官运 还有财运 其实在本命上是不错的 地支 卯絮玉河 饮木 还有了酉金 他地支的财星也走得很好 他上一柱大运为丁卫 在丁卫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他会变成丁壬河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坑金 地支 就是银木去克卫土 还有一个酉金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他的财运没有太大的影响 现在走的是丙武 我们会发现到 他变成羹金 生壬水 克丁丁火 地支 他变成了银木 生吾火 克酉金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到底是在讲什么 他就是在讲他的财运出问题 钱都会赚钱 可是为什么进入这个运 完全就不是那回事的 所以各位 并不是深强深弱的一个原因 而是他的一个五行流通 已经出现了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五行流通不一样的情况 这时候 透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他的财运变差了 他本身又是做生意的 竟然是做生意的情况下 官运跟他比较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纯粹看财运 表象看起来 虽然还算是可以 所以实际上却不再像以前这样 甚至一个不注意 他就变成是赔钱 所以重点是在五行流通上面的状况 并非他自己所讲的 要这样子讲的话 我应该是深强 不是深弱 答案不是 他之前因为大运的时候 他有赚钱 他为什么不说他是深弱呢 所以 这就是很多人在学八字的一个迷思 往往都只是在套而已 但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当然就算学了二三十年 还是不会批命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回归五行流通上面来判断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